国际特赦组织说 尼日利亚在星期四全国抗议最少有13人死亡 该组织并指责安全部队杀害和平示威者 美国总统拜登是欢迎三名从俄罗斯监狱释放的美国人返回美国后话 他感到非常满意并为他们的家人感到欢慰 哈利姆林公在星期五透露了囚犯交换的新细节 一日之前释放了7个国家的超过20人 多个国家星期五举行抗议和祈祷哀悼哈马斯领导人哈尼亚 他在星期三在德哈兰被暗杀 委内瑞拉一个人权组织说自从星期日以来最少有672人 因为选举后抗议活动而被捕 美国说反对派领袖江萨莱斯赢得大选